注意看 我们现在看到的画面是女子扇公交司机耳光的真实录像 只因为不想给一块钱的车费还无耻地扯下了国旗 大家好我是温龙 今天我们要讲的是一个发生在城市公交车上的真实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是一个名叫福传明的公交车司机 它驾驶着心爱的30路公交车每天穿梭在熟悉的街道上 用热情和微笑地服务着每一位客人 而30路公交车有着特殊的收费规则 从起点站到西站的票价是一块钱 而从西站到终点站票价则于两块 这个标准是公交公司依据路程长短和运营成本制定的 已经执行了多年属于行业内的常规做法 然而就是这样一条再平常不过的公交车线路 却在这一天上演了一幕令人震惊和愤慨的事件 当30路车平稳地驶入西站时 一位身着白衣的中年女子上了车 她从钱包里掏出了一块钱 逃入了投币箱 正当福传明要关上车门时 这名乘客报了一个西站以后的站名 福传明见状礼貌地提醒道 大姐你要去的地方票价是两块钱 从西站往后的站点都需要两块钱的车费 谁知女子听了这话竟然勃然大怒 她哼的站起声 奸生质问 凭什么之前一块钱能做到你 现在就要两块 你是不是在坑人啊 这歇斯底里的叫嚣声 瞬间充斥了狭小的车厢 而福传明不慌不忙 耐心地解释道 大姐你可能是头一回坐我们30路车 我们这条线路一直是分段收费的 从西站往后车程比较远 所以票价贵一点 这是公司的规定 我绝对没有欺骗乘客的意思 谁知女子根本不听福传明的解释 开始出口慧言 对福传明进行了人身攻击 我就没见过你这么黑心的司机 存心炸我们的钱 今天我就是不补车费 你能把我怎么样 这时其他乘客看不下去了 几个热心人劝说女子不要无力取闹 一位大叔严肃地说 这位女士你不要这样 司机师傅说的都是实情 我们都是经常坐这路车的 谁都知道西站以后的票价就是两块钱 何况区区一块钱就值得你在这里大吵大闹 影响大家吗 然而女子非但不听劝告 反而是变本加厉 开始撒泼打滚 我就不补钱 你们这帮人欺负我 居然还有脸教训我 我非告你们不可 他尖利的叫骂声刺痛了每一个人的耳目 眼看和这样一位泼妇无法讲道理 傅传明只好掉头继续开车 他想着就让这女人少交一块钱吧 自己回去向公司说明情况就这么算了 而傅传明宁愿自掏腰包 也不想和没素质的人一般见识 但他万万没想到 这只是噩梦的开始 当车子驶进西站不久 两个男孩突然朝车门跑来 他们挥舞双臂大喊 等一下等一下 傅传明一向热心 见孩子们上车心切便停车便客 让他们跳上车来 就在这短短的十几秒内 女乘客突然抱起 冲到驾驶室前 对着傅传明破口大骂 你是不是故意和我过不去 刚才车停那么久 是不是嫌我没给钱 故意让我多做起站 傅传明感到莫名其妙 赶紧解释 大姐你误会了 我是在等那两个小男孩上车 不是故意刁难你 谁知女子根本不听解释 反而是变本加厉 威胁着要投诉傅传明的服务态度恶劣 傅传明无奈至极 只好是好言相劝 请他不要影响其他乘客 而那人震惊的一幕还在后面 只见女子一打扯过车前悬挂的国旗 狠狠的摔在地上 竟然用鞋跟猛踩 你不是挺厉害的吗 我都要看看 你们公司这面破棄保得了你吗 女子一边踩一边叫嚣 见此情景 傅传明再也忍无可忍 他猛踩刹车 将车子停在路边力声喝道 住手 你可以对我有意见 但绝对不能侮辱国旗 这是违法行为 没想到女子非但不知悔改 反而是加大了侮辱国旗的利路 他一边用脏话羞辱了司机 一边变本加厉的踩踏国旗 傅传明想要阻拦 却遭到了女子凌厉的耳光 他一边打一边骂 你算个什么东西也敢管我 只见傅传明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懵了 一时间竟然难以还手 他死死抓住方向盘 因为此时的车子正行驶在路上 容不得半点闪失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际 一辆轿车突然出现在前方 傅传明猛打方向盘 在距离轿车仅一米远处停了下来 事后 傅传明脸颊高高中 挤嘴角甚至鲜泻 但他强忍着剧痛 要求乘客们下车换乘其他公交 自己则向公司汇报情况 并配合警方调查 在公交公司和警方介入后 真相终于大摆 那么这名女子最终会迎来什么样的结局呢 而这名女子又是什么身份呢 朋友们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能下一期再和大家接着聊 欢迎大家点击头像进入主页 观看更多下集精彩内容 我先来说明天天下延报 你们俩由于我的名人